回解封的景点也为您整理 在新北市的野柳地植公园 17号会重新开放 但是会进行总量管制 水域活动也全面禁止 南投澳万大目前13号已经客满 亲近农场的绵羊秀 因为来不及准备 15号开始才会有表演 另外在日月坛的饭店业者 现在摩拳擦掌 但是民宿老板安全起见 他们一天只接一组游客 日月坛的饭店业者电话接到手软 这两天陆续接到民众打来要订房 全是因为7月13号为解封 出游的欲望早已挡不住 目前看起来大约提升大概两成左右 客人入住的话 他的左右两边 其实不会再安排其他的客人 游民宿业者虽然接到许多预约订房 不过疫情还没完全解除 一天只接一组游客 降低接触风险 另外餐饮业者表示 下周开始他们照常外带不内用 因为餐厅不大 要做社交距离和梅花座 实在太麻烦 有心理怕怕的 还是希望做外带 做隔板啊 做梅花座的话 也没有几个客人可以这样子进来吃 不过日月坛的码头 因为游艇业者认为打不到疫苗 为了安全起见 占不开放 游客无法搭船 清静农场13号当天开园 为了管控人流 观景步道人数 降到1200人以下 最受小朋友喜欢的绵羊秀 因为来不及准备 得等到15号才开始表演 另外在奥万大 同样也是13号开放 入园人数降到800人 住宿降载减半 只剩44人 目前13号已经客满 镜头转向新北市的野柳地质公园 17号重新开放 才单一入口 园区也会做人流管制 最多1000人 不过水域活动还是禁止 海边沙滩占不开放 那我们会在验票口 以及出口的部分 做人流管制 我们也会同时配合 实名制的部分 面对旅游为解封 景点做法不同 是否会先请民众出游热潮 还有待观察 记者组合报导 总监禅 记者组合 tem